女人被注入泥巴的基因 下一秒她就变成泥人瘫软在地 就在这时泥土里钻出一只无皮怪物 这个原本还为完工的丧尸泥人想要健庇重生 女人刚想爬起来却发现丧尸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危险来临 看到丧尸如此恐怖女人吓坏了 赶紧转身向后逃跑 并一下从洞里面钻了过去从而躲避丧尸的追捕 原本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丧尸突然出现 并伸出长长的力爪朝女人就抓了过去 女人拼命逃跑但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丧尸的力爪绝越深越长 心急之下她钻进了墙洞里 可由于洞口太小 她被卡在了中间无法动荡 这下要完蛋了 女人只有拼命挣扎想要摆脱束缚 与此同时丧尸的力爪已经抓了过来 关键时刻女人从洞里退了出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丧尸已经抓住了她 被触碰后的女人立马恢复了人形 见时机成熟 丧尸从嘴里慢慢地吐出一颗黑色的皮蛋 落在了地上 只要女人吃了这个蛋 她就能得到女人的皮呢 从而取代她成为真正的人类 很快蛋就被丧尸塞进了女人嘴里吞入腹中 没意会蛋药就开始发挥功效 女人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朝着自己的脸抓了过来 顿时她脸上的皮就像泥土一样 被她一把抓了下来 随后她将皮肉献祭给了丧尸 丧尸也毫不客气大口地吞噬了下去 边吃边用手抓向女人的脸颊 她要吃到女人整张脸 很快女人脸的肉已经被挖掉了一大半 此时丧尸区越吃越起劲 贪婪地享用着 甚至直接在女人的脑袋上忍实了起来 终于丧尸重生了 她也变成了女人模样取代了她 而女人变成了迷人模样 可不甘心的她岂能就这么任意 在逃出箱子后准备要夺回失去的东西 到了深夜 她趁丧尸熟睡之时进了房间 再爬到了她的床上 见其没有动静 她静止来到丧尸的大腿一侧 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眉腿 二话没说就在上面撕开了一道口子 准备寄生进去 从此他们两人合为了一体